诶 这次相亲呢 该不会是开着这个跑车来的吧 不对 跑车上有人 应该不是这台 去 该不会是旁边那辆小黑车吧 啊 你是山坡吧 选择地方 不过呢 看得出来 你这个人还挺纯粹的 就是装备嘛 想吃什么你点 点菜就不必了 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吧 我听这让人说 你老家是农村的 对 我是农村主持人的 那你应该听这让人说过 我呢 城市户口 有房有车 工作呢 待遇还行 年轻做工都不做 像我这样的女孩 追我的人 从这儿都排到菜市场 行了 多说我了 收到你吧 我呢 现在在城里面也是有工作的 呃 那你什么工作呀 呃 怎么说了 我的工作就是说 平时卖卖房子 哦 我知道了 中介也是啊 现在的中介啊 天天给人打电话 烦都烦死了 不过也行 也像是一份收入 呃 那你还有别的什么要求吗 其实我这个人 要求并不高 就是想找个事人的 不过看你长得开心 勉强倒也能接手 对了 你在城里有房子吗 呃 房子呢 倒是有 哦 有房子倒行 不过我成话都说在前面 结婚之后我可做不了家务 房子呢 结婚以后得闲在我的名乡 这也算对我有个保障 哎 房子大不大呀 呃 害羞 嗯 那可以把你妈借过来住 给我们洗洗衣服做做饭 顺便带点孩子 你爸就算了 现在天冷了 你有车吗 有是有 但是我想再换一个大一点的 那就门外那个小黑车吧 看你现在这经济状况也不怎么着 没事别老想着开车出去嘚瑟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高攀你了呗 高攀倒是谈不上 不过我这个条件配你倒是绰绰有余 我们认识回家还没有半个小时 这样吧 我先回家找个小时 哎 你个人 回会儿啊 期待九月残忍 来数一数角落里陈旧的伤魂 沾满了昨夜不肯睡觉 不是不是 你别瞎转人家车 转换了个咋转啊 有人呢 老板不好意思 我刚才上了个厕所 老板 你忙完了 那咱走吧 诶 等会儿 你谁啊 我是他司机啊 司机 他不就是一个卖房子的中介吗 什么卖房子的中介啊 你真会开玩笑 这片楼盘都是我们播总开发的 他不就开一小破车吗 小破车 车是小了点 但破还真没看出来 本来今天只想简单地参加个小星 但是一不小心被你给误会了 最后送你一句话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永远不要以貌取人 更不要觉得自己站得有多高 因为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就ago了 想起身份 都是一小兄弟 人 不能忘了 人得有一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